原标题 他是大清国最后的太子 盖着扫大街的火 到死都没人知道 1911年的时候 溥仪彻底退位 成为了整个大清国里面最后的一位皇帝 但是 长大以后的溥仪 由于受到了王国的一位 对于满清复辟的事情 非常的积极和热衷 一直想尽办法去追求原来的位置 不过他一直都没有子女 关于继承的问题无法解决 据说是由于之前宫女爬过他的龙床 以及一些小太监们 为了更好伺候皇帝 在他做那些不可言喻事情时候 暗自加了一些要给他 虽然得到一时的兴奋 只是年轻的溥仪并不知道 所以导致他这一生都没有办法进行生育 而他的小弟却和一个日本女人结婚了 这件事情在溥仪的心中 也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阴影 爱新觉罗家族可是一个皇家的血统 怎么可以和其他人有孩子呢 于是虎鱼作为一个皇帝 每天都在祈祷 真的害怕他为爱新觉罗家族添加一个友期 他血统的继承人 幸好这女人只不过生了两个女儿 所以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后顾之忧 但同样的问题也就来了 他们这一个满清帝国 甚至也没有找到一个继承人 能够继承这个皇位 最后 溥仪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继承人 按照辈分来说 应该算是溥仪的侄子 当他出生的时候 整个亲仇都已经没落六年了 他年幼丧母 而父亲又离家出走 这一生是极其悲哀和不幸运的 但好在多才多艺 所练习的东西都非常厉害 写的字从他的诗里面就能够看得出来 一撇一捺都带足了充足的势头 1949年新中国成立 斯大林把官压了五年的溥仪 以及相关的人员 全部都给送了回来 所有的随从心中都很开心 毕竟现在也是终于落叶归根了 但是溥仪却非常失望 他担心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过后会被人看头 1950年在回国的前一晚上 溥仪心里写下了诏书 让自己的职责来 继承皇帝的这一个位置 之后 他们就被引渡回国了 然后官压的腐顺经过了改造 据说溥仪坐了接近十年的牢 而此时溥仪侄子的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于是他的侄子主动将那些东西全部都交给了国家 随后经过改造后 也顺利离开了看守所 去到了北京 这位官压过后的皇太子教过书 也去做个苦力 甚至还卖过杂货 在他当作父亲的这一位亲人死那一天 他甚至不敢去参加葬礼 只是当时在改造 所以只能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哭一整天 后来回到了北京 找到了扫大街的这一个工作 这就是大清国最后的太子 没有属于他的江山 没有未来 只是一份平凡的工作 毫不起眼 甚至推进火葬场的时候 也没有人相信 他居然有这样一个令人惊叹的身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